关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性演练的问题 我们之前也已经多次表达过了立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台湾问题因为内战产生以来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 是一直坚定 从来都没有改变 为了有效的应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选项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不断的变换手法进行谋独挑衅 妄图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严重的损害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那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的演练 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严正的警告 外部势力停止干涉 严正的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停止挑衅 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才能够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才能够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虽然大陆的军机密集的 就是在台湾的附近展开了军事的作为 虽然是警告了台独势力 但是这样会不会也推升了台海的紧张情势 会不会也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会发生 我想这个取决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进行谋独挑衅到什么样的程度 谢谢